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天就是陳彥霖世世七個月 有一群很有心的青年 去到將軍澳調景另一帶進行悼念 在悼念期間被警察截查 你截查就截查 竟然有警察想砌這群年輕人生豬肉 老屈別人違反限聚令 明明都不夠人數 你說這是否無法無天 到底事發的經過如何 昨天晚上10時左右 有一些將軍澳居民大叫 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有一家網媒叫做Free Hong Kong Media 他們的記者去到將軍澳上德停車場採訪時 被警察截查 根據他的鏡頭顯示 當時他是隱蔽鏡頭 所以這些網媒就做得好 對不對 縱使那個記者已經被警察圍困著 但他仍然很努力地把鏡頭打開 務求把真相錄下來 公諸於世 這件事很重要 否則警察砌生豬肉 又變成一個都市傳說 到時那些藍絲 或者懶中立的人士 又跑來質疑你 到底你說警察砌生豬肉 有沒有實質的證據 現在人家錄下來了 整條片放在Facebook那裡 要看就自己上去看 這個記者是值得一讚的 根據那個鏡頭顯示 當時 至少有兩個人站在對面 被警察截查 記者站在這邊 有兩個人站在對面 查查的時候 突然有一條警察大喊 限聚令 拉多一個過來便足夠 然後有很大聲 渴斥被截查的青年 你要解釋就向法庭解釋 聽不聽到 你就說這番的話 我們純粹從上述這三句的對白 就已經很清晰地了解得到 你這班警察就是想砌 這些青年的生豬肉 本來人家可能只有四個人 聽你這樣說 就只有四個人 因為你說多一個過來便足夠 多一個過來便足夠的時候 五個人便違反了限聚令 就是這樣解釋 聽你這個說法就是這樣解釋 有沒有搞錯 這些就已經是鐵證如山和證據確鑿 到底你警務處何時出來說半句話 你出來說就行了 你說這些說話不是警察說的 你出來和市民交代吧 你便挑戰一下市民的智力 你出來說就行了 還是你又在內部訓斥了他 你這個警察 在執法期間竟然公然恐嚇市民 就說限聚令拿多一個過來便足夠 就是你明知道他不夠 然後就要拿多一個無辜的市民出來陪他們一起受害 然後你就想發告票了 喂 這些根本上就是涉嫌妨礙司法公正 到底你這個警務處 開了這個檔案來查一查他沒有 還是又說內部訓斥了說兩句就算 出來說話吧 就算你最終這班警察沒有發出告票也好 只是在你這個折查過程當中已經構成了很大的問題 喂 你身為這個執法人員 號稱就是法治的捍衛者 原來你是以一種這樣的形式來捍衛法治的 喂 而且不單止是這一局 上一次在旺角已經有市民走出來公開地批評過香港警察 在街上 將一些根本是互不相識的市民 拼湊起來 然後就說別人在街上聚集 超過四個人 所以就向他們發出告票 委委罰兩千元 問題就來了 若然這班市民真的互相認識 而且真的在街上聚集 就算你這條惡法也好 他也起碼違反了你的惡法 你也是根據你的惡法 來作出懲罰 問題就是別人互不相識 到底別人在街上是否正在做同一個目的 還有雙確的餘地 但是沒有了 現在你發出了告票 他要麼就去交罰款 要麼他不服的話 就要上庭了 喂 那些市民有多少這樣的時間和精神 就是和你浪費 那些市民作出了判斷 那個後果就要市民來承擔 這個機制本身就已經不公平了 剛剛才 更何況上刀庭 可能官是信你警察 他也是無補於事 他也是徒勞無功的 所以有很多人寧願 被罰二千元 倒掉了算數 破財黨災 那又如何 誰花得起這麼多時間和精神和跟你鬥 對嗎 人家現在不用上班 人家不用賺錢 不用養妻活兒 人家就像這些警察那樣 不務正業 根本上整個制度就是不公平 所以你現在又在將軍澳被錄到這段影片 到底過去發生了多少個冤架錯案 有哪些是被你無厘頭拼湊起來 隨便在街上拿多一個 這些根本上就是無法無天 不是叫做法治而是仁治 是按照你自己的個人意願來作出判斷 這些就不是法治 不要整天口口聲聲說自己在搞法治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早就已經批評過了 特區政府就是借防控之名去搞打壓之實 現在再一次是暴露於人前 喂 你如果真的要搞防控工作的話 一早就應該是把所有絕大部分的出入境口岸 關閉了它之餘 就要像你現在這樣 從機場口岸入口那些入境的旅客 香港人也好什麼人也好 你就統一放在酒店等14天 現在才做的才是租酒店隔離 之前幾個月一直不做 你這些就叫做防控工作 接著就引用第599章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之下的權力 來不斷立這些規則出來 左一條右一條 又限聚令 又說餐廳不能夠坐超過一半人 諸如此類 這些措施全部都是擾民的 不是我雙重標準 為什麼外國做這些措施又不擾民 香港做這些措施又擾民 外國的一樣擾民 但是外國擾民之餘 還會叫所有的僱員留在家裡的樹 在家工作也好 就由當地的政府補貼回薪工 給那個員工 香港特區政府 東思效盆 搞這些措施 補貼補貼 不過就是補貼的老闆 然後叫員工繼續上班 你搞這些措施 如果真的要做防控 如果不是香港人的防備意識夠高 全民戴口罩 根本上一早就已經爆獲了 不是有03年那次血的教訓 不是有03年那次的慘痛經驗 香港一早就已經爆七彩了 關你特區政府什麼事 香港現在的個案數字這麼低 就不是因為你的防控措施做得好 不好意思 剛剛先 你根本上是在借防控為名 來打壓之實 將警權無限擴大 在街上隨便納幾件回來 又說他違反限聚令 喜歡就去黃店說收到投訴 量一下人家的桌子和桌子之間 夠不夠1.5米距離 或者在這裡計算別人 到底有沒有入座率超過一半 這些路路 完全是雙重標準 兼按照長官的意志來執法 這些根本上已經不算是法治了 在香港這些獨裁社會 極權社會 你搞多一條惡法 就等於找市民笨 如果你特區政府真的要做防控工作 現在基本上本地都沒有出現過案很多天 對不對 那你就應該從輸入個案方面入手 凡親從機場 從深圳灣和港珠湖入境的旅客 全部統一去度假村 進陽村或者住酒店隔離14天 那就搞定了 那些人要發作的 就在那14天之內發作 根本上現在大部分都是外地傳入個案 你不用搞這麼多這些無厘頭的規則 到底你想玩香港人玩多久 這些規則 整天14天又14天 你想延長什麼時候 你想無限期延長 那現在支聯會 說要在6月4日那晚在維園搞燭光集會 你批不批准 若然你是不批准的話 那就變成了97之後第一年不批准 根本上就是借著疫情防控的工作之名 來做打壓之實 很明顯 如果六四不能搞 6月9日、612、616 全部都不能搞 然後到七一遊行都不能搞 根據報導所說 現階段警方不會處理民陣七一遊行的申請 還說警方有意在限聚令下個月7日結束之後 諮詢律政司的意見 探討公安條例當中的公共安全 是否包括衛生安全 作為執法的參考 那你現在就厲害了 不單止《基本法》22條是可以作出詮釋 原來連這個公安條例的公共安全 你又拉上衛生安全 即是怎樣 就算28天沒有本地個案 當你批不批准一個遊行和集會的時候 就要顧及這個所謂的衛生安全 然後就以衛生安全作為一個否決 遊行集會示威申請的藉口 根本上這就是在打壓市民 搞這麼多事情 左腳右腳又說防控工作 根本上搞到最後就是要打壓市民 所以林鄭呈交給中央的那份工作報告當中 說要借著疫情來扭轉選情 根本上你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那份報告是千真萬確 你也說出了你現在在做什麼 就是借疫情來扭轉選情 告訴你所有事情都是在做這些事情 根本上你不要說在學外國 如果外國政府做這些事情 市民是不同意的話 在下次的緩屆選舉當中 是可以將政府攀走的 香港是不行的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